下面我们来关注旧金山调查推特公司办公室改卧室 马斯克陆批市政府 在有关报道称 推特办公室被改成卧室后 旧金山正在对推特进行现场检查 为此推特老板马斯克12月6日 对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大发雷霆 继KQ的资深记者泰德·戈德堡报道 旧金山建筑检查部门正在对推特 将几间办公室改为员工的卧室进行调查 在回应戈德堡关于这个报道的推文时 马斯克标记了布里德 并连接了旧金山记事报 关于一个婴儿在公园玩耍时 冲错误使用芬太尼过量的文章 马斯克写道 所以旧金山是攻击未疲惫的员工提供床位的公司 而不是确保孩子们免受芬太尼的伤害 布里德你的优先事项在哪里 其他几个知名的推特用户 也抨击旧金山的调查 一些人怀疑马斯克是否会把他的公司总部 迁出加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